日前薛家營聯同港者宋遠榮、周治漢 李居明在尖梢醉碼頭中樓拍攝TVB節目 新春開運往外景 節目中李居明提到虎蓮在睡房西藍位 放置一個金色圓形有秒針的鬧鐘 能夠有助風水效應 全年就會行好運 去年9月 李居明踢爆陳志堯和王浩信已經分手 還說有人不想複合 令Yoyo很尷尬 李居明對本部記者表示 家營姐感情深變 2028年 而且不會正式結婚 家營姐是有老伴 不過這幾年 老伴那顆星就著火燒了 暫時就沒有 所以家營姐一路下來 都很緊張有沒有老伴 我已經告訴你2028年 講完是8月 到時8月份就會出現 年月日時也告訴你 家營姐是不是跟男朋友分手了 不說不說 年紀這麼大不會結婚 我們搜一下秘密 大師說這些玄機不要洩露 疫情關系大家都不要走完戰 我知道了但是不能說 家營姐我一定會跟你搜這個秘密 我問Yoyo是否複合 師傅 他說不是 不是 我沒有回應 你之前說去香港 另外李居明叮囑家營姐 娘女石油山 和石油珠 要把握依兩年時機找男朋友 因為娘女孤方智相 交男物色對象 令子 嫁營姐在肚年會再做媽媽 而隊友的女孫 會助兒子石要停催運 而食最好在晚間11點至凌晨1點行房 星島頭條APP 一app星島 立即下載星島頭條APP 立即下載星島頭條APP 到達